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前两期节目说了一下中南海的事情 说了一下关于习近平有没有被抓 他最近都在干嘛 有网友就在底下留言说了 可能内容都没怎么听 直接就是留言开喷了 老黑你就是胡说 我就留言我也怼他 我说我哪句话胡说了 你给我指出来 欢迎指教 关于我前两期关于聊北京的消息 聊中南海的消息 是吧 正所谓是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我都说了 像那些什么习近平被抓 那个小说写得非常好 得给100分 在这里可以稍微再附读一下 说曾庆红把习稳住了 说让他可以连任 然后让他放心的去开会 然后习近平就当真了 胡锦特温家宝 争得宋平的同意 把警务局给撤走 然后把习派过去 监上那些老领导的人 全部都给撤了 然后胡温团派跟老领导一致通过了 废除了习的权力 全体举手通过 习近平中途接到线报 马上已经下了 飞机就被控制 软禁在家里面 这就是这两天盛传的信息 我做节目 我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们得看一看最近这几天发生了什么 习近平这几天在清洗江派 两个判死缓的 另外你看中国的官方新闻 9月22日习近平向中国农民丰收节发慰问词 23日习近平给中国新闻社建设70周年发贺信 如果说习近平被抓了 这个新闻有可能发出来吗 还有如果说习被抓了 那么现在所谓的动态清零 到处都封城 这是不是应该废除了 是不是应该解封了 就算你一下子你不解封 你是不是口风能够松一点 别人关在家里面物资供应的 要出门看病的 着急饿肚的 吃不饱饭的 是不是应该优先的给他们松动一下 没有看到动态清零封城这一块 有什么松动也没有 话里说到这里有人又问了 老黑你是不是希望习连任呢 其实习近平他连任不连任 跟我个人关系不大 因为我也在国外 但是习他是否连任 跟中国老百姓关系很大 习近平如果连任的话 那么中国将来继续水深火热 大家都倒霉 首先是江派继续倒霉 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 就是不断的去铲除江派的势力 如果说习连任了 那么在将来的五年十年 肯定还会在不定时的去 铲除江派的残余的党与余孽 首先是江派倒霉 那么团派也很有可能倒霉 是吧 一旦权力到手了 像毛泽东一旦主席坐稳了 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霉 刘少奇倒霉 彭德怀倒霉 后来把林彪给拽出来 林彪也倒霉 现在的团派跟习近平面子上还过得去 互相帮扶 互相给面子 但是当他权力稳了之后 团派你能够保证习近平不对他们下手 团派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倒霉 这是在政治层面高层这一块 那么你要是往下说 还有什么倒霉 经济金融肯定是一团糟 制造业肯定也是一团糟 习近平他搞经济我们都是看到了 什么都搞不好 过去就这么多年 谁的日子好过过 有谁做生意的感觉这个钱好赚过 不管你是做实体制造业的 你还是搞一些服务业的金融业的 谁的日子好过 就连过去一二十年最赚钱的房地产 搞不动了 玩不赚了 服务业也倒霉 当初东莞多好的管事服务给抄了 把东莞这么一个中国厌都给搞死了 那些小姐姐们流散到世界各地 不知道管事服务什么时候能回来 遥遥无期 如果说习连任了 中国老百姓肯定是都倒霉 所有的事情都只会朝坏的方向去发展 总加速师继续开倒车 这个日子肯定不好过 对不对 如果说习近平不连任 他不连任 那又能怎样 这共产党他能从良吗 他也不可能从良 习近平如果不连任 由胡温再指定谁是谁 再上了一个人出来的话 顶多顶多就是一个不折腾 不折腾就是说你少管事 中央对地方的管控 就是放开手脚 你们自己玩吧 你说这个玩呢 他也不是自由民主 因为地方政府 他也是地头蛇呀 你不管说你是开厂的 还是开工夫的 什么工商税务 环保消防卫生 他们还是要找你麻烦呀 你还是要交保护费的呀 顶多是少了一个中央对地方的管控 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经济 对于地方制造业 他们可以自己商量着来 不是法治社会 是人质社会 贪污受贿 什么超标排放 肯定还会有 但是在这么一个不值得的过程中呢 如果说出现几个 有能力的人 坦白说当年的薄熙来 他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管程序呢 虽然说这个手段很血腥 血腥的一面呢 我就不说了 他的手腕有多黑 下手有多狠 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他搞经济也确实有一套 这你也得承认 如果说习不连任 中央对地方呢 也就是说不折腾了 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城市 他这个经济很亮眼 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 有一种什么样的幻想呢 就是说习下去了 中国马上就要变好了 马上就要变了天了 马上就要政治改革了 这么天真 这么天真 习不连任的话 由胡温在隔代指定一个接班人 他上台之后就能够启动政治改革吗 他上台之后就能够允许结党结胜吗 就能够开放互联网 让国内的老百姓访问油管吗 访问推特访问Facebook吗 可能吗 不可能啊 在国外的不知道 还有多少人组建了多少党派 是不是还满心希望的 如果说习没有连任 换一个人上来之后 一个开明的领导人 然后可以回国了 回国去组建党派去参与中国的民主建设 什么民主建设 就是想去摘果子 实际上有果子给你摘 不要幻想了 即使习不连任 共产党他也不能够从良 享受着权力带来的红利 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怎么可能把权力下当给老百姓 还记得陈云当年跟邓小平怎么说的 说了多少遍了 权力要交给我们的子孙 国家要交给我们的子孙管理 因为我们的子孙 红二代到现在也该红三代了 他们不会跑我们的祖坟 还有红色家族 内斗归内斗 不要开杀戒 这样的话子孙见面还能够说说话 对 现在就是习近平的女儿 跟薄熙来的儿子 不是都在美国吗 他们将来如果说有可能见面的话 还可以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 那不好意思 那是我们的父辈他们在逗来逗去 但是你看薄熙他现在在清城监狱 住的也挺好的 身体状况也不错 精神都挺好的 是吧 他们后代见面也好说话 只不过习现在有点想开杀戒的意思了 就算习不良人胡文革代指定出来一个接班人 有没有可能出现像戈尔巴乔峰那样的人 很难 在这里就是说不要去幻想中国再出现明军 这种思维就不要有 早在201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刚确认习近平要登基了 那个时候我还在分析习上位之后 会不会启动中国民主化改革 我分析来分析去 因为当时对于习的信息了解的不多 他也没有来得及去作恶 他还没有来得及去什么老虎参应一起打 没有什么唱红打黑 唱红打黑是薄熙兰 还没有来得及对东莞下手 我第一天在跟别人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的启蒙老师就跟我说了 老黑啊 你不要天真了 这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这将近100年走过来 他这个传统 他这个文化 他这个劣弊驱逐良界的过程 他这个逆淘汰的过程 淘汰良知的过程 这么一个大染缸大将缸 这个权力的绞肉机 他是不可能出现好的领导人的 即使是出现了一些啊 想把事情做好的人 他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他也没法做好 当初胡温时代 看温家宝啊 看胡锦涛 其实感觉都不错 但是又怎么样呢 顶多就是一个不折腾 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已经隔三差五的 发生各种各样的群体事件了 社会矛盾已经是非常尖锐了 胡温时代我感觉就有点 类似于这个李鸿章 就是一个修补将 我不折腾 我尽量把它给维持住 共产党不要回在我手里 那是胡温时代不折腾 到了习时代 OK开倒车 搞成这样 习之后再出现什么什么主席 他的能力 有没有可能达到胡温的水平 这也不太可能 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个比习更开倒车的 因为权力都是递减的 你看封建王朝的规律 朝代越往下传下面的皇帝 他们智商就越递减 偶尔会出现一个什么中兴 这中兴那中兴 但是撑不了多长时间 还是阻挡不了历史的洪流 朝代最终还是要灭亡 大家都希望习下台之后出现了一个明君 那么习下台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更坏的呢 会不会出现一个能力更差的呢 会不会出现一个开道车开的更狠的呢 这点有几个人想到了 所以说在这么一个没有法律 道德要败坏 国在山河破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下 你不要指望轻易的能出现什么好人 要不然这么多人为什么要逃离那片国土呢 逃离那片土地呢 背景离乡啊 谁想啊 谁也不想啊 主要是看不到希望 好吧 不要抱有希望了 习下台也不会出现更好的结果 那就先聊这么多吧